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长职传道,大家平安。 感谢主很高兴我们安息日能够在这边来聚会敬拜神。 愿主耶稣祝福大家,我们早上有跟大家谈我离死不过一步,死亡的死。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个很消极,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有认识。 要去体会生命是有限的,而且非常短暂。 我们人都不能为明天自夸,所以我们随时都要预备来见主。 我们好像明天就要见耶稣。 但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你也要学习要怎么生活。 我们来看传道书。 传道书的十一章,第七节。 Verset 7 光本是加美的,眼见日光是可月的。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这边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活多年就要快乐多年。 所以我们来谈乐活人生。 人生就是人的一生。 这一生当中有生有死,有来有去。 但是当你活着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 所以我们人生活当中,都很希望能够环事顺利。 而且能够万事亨通。 能够平安,也能够健康,也能够喜乐。 这边谈到快乐多年。 有人说生活本来就要快乐。 所以要快活。 但是有人说快活命很短。 要慢活命比较长。 有人说温哥华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城市。 历年来都是排第一名的。 全世界的城市最适合人居住的。 当然你住在哪一个城市。 你要去适应,也要能够快活度日。 那有人说不要快活要慢活,会命比较长。 所以无论是快跟慢。 当然乐活会比较好。 人的脚步动作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总希望说生活中有喜乐平安。 有两个车站。 一个车站叫做保安。 一个车站叫永康。 很多人喜欢坐这两个车站,拿这两张来去的票。 他就给他保存起来。 因为这两张票,一个叫做保安,一个是永康。 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去念叫做永保安康。 当然这两张票, 它没有绝对的保证。 但是我们人要知道, 你要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才会永保安康。 因为我们是有信仰。 人的一生其实非常短暂。 而且也是虚空。 并且是转眼而去。 在传道书里面, 他讲虚空讲三十七次。 他说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所以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说人生有三大问题。 一个就是人从哪里来。 第二个就是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目的。 第三就是人将来往哪里去。 这个叫做人生三问。 那我们也要问自己啊。 人从哪里来。 虽然你是父母生的, 有你的祖父母, 有你的真祖父母, 有你的高祖父母, 有你的太祖父母, 还有太太祖父母。 虽然你一代一代这样一直追溯上去。 我们人就是要寻根溯源。 那根在哪里。 源头是谁。 所以我们要敬畏神。 那当你活在世上的时候。 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传道书最后一段就是说, 人当尽他的本混。 我们看十二章。 传道书十二章。 这些事都听见,总义就是要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当尽的本混。 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 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 不论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人在世上要敬畏神。 要遵守他的诫命。 因为人有他的本混。 所以你要敬神,要爱人。 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要立定一个目标。 是不是荣耀神。 环事都可行,有没有益处。 环事都可行,有没有造就人。 今天就是你吃喝都要荣耀神。 所以人有人的本混。 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 你们做父母的, 你们做儿女的, 你们做丈夫的, 你们做妻子的, 你做主人的, 你做仆人的, 我们有不同的角色跟岗位。 但是你要尽你的本混。 你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你的乐趣。 你也能够乐在你的工作当中。 知道你的本混就是这样。 今天一个妈妈生了孩子。 你生她,养她,教育她,很辛苦。 但是她也是乐在其中。 因为人有家庭的天伦之乐。 所以人有当尽的本混。 所以我们的生活有它的意义。 那生命也有它的价值。 因为神看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 今天她卷选我们。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那第三问就是说, 将来你要到哪里去? 因为我离死不过一步。 那你下一步走到哪里? 是得救呢? 还是灭亡? 人不是死了就算了。 所以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信仰。 所以我们有指望。 因为我们有神。 所以有体会到神的同在。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 祂是我们的救主。 祂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道路。 但是反观我们在今天活在世上。 我们要学习怎么生活。 怎么尽全知足度日。 有人说一生其实当中都是很短的。 这个短,短到你觉得一天就很短。 因为你清晨,你还没有办法拥抱。 因为黄昏已经到了。 一天就过去了。 一年也是很短。 一年也是很短。 你短到你会来不及看到春夏。 但是秋冬已经来临。 一生也是很短。 短到你没有办法享受你快乐的日子。 你已经觉得你身体已经老化。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呼出很多。 因为你想用你的身体去赚起金钱。 可是当你四五十岁之后。 你又想到用金钱去换回健康。 所以有时候人这个赚跟赔得跟失,你要怎么去抉择。 有时候我们觉得经过的事太快,领悟的太慢。 有的人投入毕生的心血来换起金钱。 可是他用不到。 因为他已经走了。 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善用它。 用它去享受或者去行善。 结果,当你活着的时候那是你的财产。 但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是纸张,是钱币。 但是那是你的遗产。 因为你也用不到。 所以人要学习珍惜今天,珍惜生命。 在你一生的路上,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东西你要去珍惜它。 不只你的亲情、友情。 不只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 你都应该去珍惜。 当然你要更珍惜你跟神的关系。 因为他不离开你。 他不会忘记你。 有时候是我们人软弱离开神。 所以一生当中有很多东西会擦身而过。 但是你想要再找回来,可能没有机会。 有人这样讲。 当你二十岁的时候, 你到异地或者家乡。 它都是一样的啦。 因为你到哪里都睡得着。 在这里也睡得着。 在那里也睡得着。 因为他二十岁。 但是三十岁以后, 白天晚上差不多。 因为几天没睡也没关系。 白天跟晚上差不多。 四十岁以后, 学历高跟低也都一样。 只要把事情做得好就可以了。 那五十岁以后, 大概美跟愁也差不多。 因为笑得用力一点都会有皱纹。 那不笑的时候皮肤就比较平一点。 因为人一生就是慢慢会变化。 你六十岁以后, 你官大跟官小都一样。 因为你退休了。 你以前官很大。 有钱有事。 但是退休了, 那是别人的事了。 你也管不了啊。 等到你七十岁了。 房子大跟小都一样。 因为关节退化。 所以大跟小都一样。 因为空间都差不多嘛。 走来走去就是这个地方。 那等到你八十岁了。 你就会觉得钱多钱少也一样。 因为你要花的也不多啦。 那你就是留给孩子。 如果孩子有信仰有道理, 你还觉得付出有代价。 如果等到你眼睛一闭。 孩子为了争财产。 动肝割不和睦。 也是家庭的遗憾。 等到人到九十岁了。 等到人到九十岁了。 人说男人女人都一样。 因为都是老人。 等到一百岁的时候。 你躺下去跟站起来都差不多。 因为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人就是这样子啊。 你老人家说你躺下去跟站起来,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人真的是很有限也很软弱。 所以人要在喜乐中。 这是神给你的恩典。 所以有人说二十岁一直拼学历。 但是你三十岁大家都看你的能力。 四十岁就看你的智力。 等五十岁的时候就是比你的财力。 到了六十岁。 就看你的体力。 七十岁的时候都是看病历。 有信徒说 最近唱赞美诗。 三百九十五越唱越高。 血压也高。 血糖也高。 接着唱到这一首的时候, 好像全身都高起来。 因为肉体是软弱的。 因为肉体是软弱的。 有信徒说,今天有没有忘记量血压。 所以你,人到七十岁就是看病历。 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平安。 那你到八十的时候, 大家就看日历。 如果这样看起来,人好像很消极,没有盼望。 其实这是告诉我们。 人哦,钱多钱少。 够用就好了。 你人美人丑,看起来顺眼就好。 没有标准的啊。 你人老,人少,健康就好嘛。 你家里互有,家里贫穷。 。 只要和睦最好。 所以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相处。 会针对错。 其实人要理解。 所以人一生当中,平安最好。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认识神就得平安。 呼气必临到你。 一个人如果懂得信仰, 他会找到人生的指望。 一个人如果知道知足。 他会找到人生的喜乐。 一个人懂得他怎么要放下。 他心里就会自由。 你会珍惜,会感恩。 你会找到幸福。 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圣经说你要快活度日。 那在传道书第九章里面。 第九章的第九节啊。 它也是这样写。 说你一生悉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给你日光之下西空的年日。 你要跟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这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混。 当然这个一个家庭就是要和乐。 那因为我们有信仰。 所以我们懂得能够快乐的生活来享受你的人生。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五章。 传道书第五章。 以德基的神。 我所见为善为美就是人在神赐给她一生的日子。 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她的混。 神赐给人子财丰富,使他能吃用。 取自己的混 medida在她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我们要享受神的恩赐 你能吃 能喝 你也能睡 生活中很平安 那你吃喝要去享受 吃跟喝如果是压力 有时候我们吃 喝 吃到肚子受逼迫 有的人吃喝 吃到肚子不平安 那这样吃喝不是享受 所以我们吃喝就要能够健康 享受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所以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感谢 感谢祷告 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 让你能够享受 吃喝的喜乐 那神也让你能够用 因为这是你劳碌中的喜乐 所以人在世上是劳苦的 人生是短暂的 虽然你一天吃三餐 你要吃几餐都没关系 现在有的人一天是吃两餐 说现在这样两餐比较健康 三餐的话肚子会受逼迫 所以早餐跟午餐就变成一餐 叫做早午餐 所以现在人就是说 能够睡得好 吃得饱 那人总是会想到 他的生活怎么调整 有些人说他去找工作 他有一个目标 钱多事少离家近 睡觉睡到自然醒 找到这种工作就很好 但是这个也没有绝对的 钱不一定要多 事也不一定要少 该尽的本分 你该努力的就要去做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当你找工作要能够保守你的信仰 也能够有机会亲近教会 不要忙到没有自己没有信仰 这样你到头来没有喜乐 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其实神借着传道书 祂也是教导我们要乐活人生 你要在劳碌中喜乐 也要在信仰上喜乐 你看所罗门本来是有信仰的 他遇到事情就是祷告求神 结果到年老的时候 他娶外帮女子 结果离弃神去拜偶像 你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没有喜乐 你可以从他的真言 或者传道书看出来 人要喜乐要有神 你要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日本有些老人一退休 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跟家里的人不能相处 因为没有快乐 再来没有朋友 再来就是没有人生的目标 生活中十七亿亿 所以老人自杀的比例很高 那为什么 因为没有信仰 没有神 没有指望 那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信仰 我们有指望 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 十六章这边记载 有一位禁主本来要自杀 结果呢 保罗就跟他讲 你不能伤害自己 结果呢 他就来信耶稣 那信了耶稣以后 三十四节讲 他全家都很喜乐 信仰不但让个人找到目标 让他人生有盼望 他找到神 找到耶稣 所以这个信仰带到家庭里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曾经访问过几户信徒 他曾经告诉我 他说我如果早十年来信耶稣不多好 他说因为以前喜欢赌博 结果房子赌掉三间了 三间房子都赌掉了 现在这一间不是自己的 是租的 因为赌博啊 没有快乐 那他也盼望 能够有个房子住 但是他虽然是租的 但是他觉得因为有耶稣 他有喜乐 因为他体验到 过去是因为罪恶的生活 罪终之乐 所以我们要在信仰上喜乐 也要在生活中有喜乐 这里说全家信主都很喜乐 我曾经到一个教会 遇到一对夫妻 他没有孩子 他两对夫妻就看管会堂 他虽然在教会里面打扫清洁工作 但是他很喜乐 所以他常常唱诗 心中喜乐就唱诗 因为他觉得因为在主里面 因为他没有怀恼 所以他就 他说他睡觉也没有失眠过 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失眠 为了一件小事情 一计划就失眠了 他说我不失眠的 我每天晚上要睡觉 一祷告 我们什么烦恼都给他 钉在墙壁上 所以躺下就睡着了 一觉到天亮 起床心中满心感谢 又是新的一天 所以像耶利米阿哥讲的 每早晨都是新的 我们每天都是新的 虽然一天过去了 新的一天来了 都是新的 我们每天都要与神同行 而且我们一个基督徒 你要在神的道中喜乐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篇 它整章都是讲神的道 它也教导我们 要在神的道中生活 要在神的道中喜乐 所以我们基督徒 要喜欢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耶利米苏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耶利米苏十五章 Lamentations chapter 十五章的十六节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Jeremiah 耶利米苏十五章十六节 Jeremiah 15 verse 16 因耶和华万金是神 我得着你的原意 当作食物吃 你的原意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 神的话像生命的粮食一样 而且它是甜如蜜 所以它让你的心中会喜乐 你会尝到那种甘甜 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 他告诉我说他每天都读圣经 他跟他的长老娘 他每天都读圣经 而且他读圣经当中 每天都会读真言 今天是二十九号 他一定读二十九章 明天三十号就读三十章 所以他真言一年读十二次 其他的他也这样来读 因为他有一个进度 当然我们要有一种读经的生活 聚会亲近神的生活 这个就是信仰的追求 包括我们安息日 你能够调转脚步 以尊重安息日为可喜乐 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我们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在神的道中喜乐 所以神的话 他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也是你心中的欢喜快乐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道理 或者读圣经 你会觉得神的话很奇妙 他会让你的心窍打开 会让你的智慧通达 会让你的眼目苏醒 这很奇妙的 所以我们要追求 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 多多领受神的话语 另外我们要常常祷告 我们来看罗马书 罗马书十四章 十四章的十七节 十四章十七节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在乎公义和平 圣灵中的喜乐 圣灵是宝慧师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有圣灵帮助我们 祂也代替我们祈求 所以当基督徒在祷告 祂是跟神交通 你看保罗希腊被关在监牢里面 牵牢的四面都是墙壁 而且是不能跳墙的 但是他的心就是向着神 他的心就是向着天 所以牵牢的墙不能围住他的心 而他的心能够向着神 而且向他祷告 并且唱诗 来赞美神 在监牢里面会唱诗祷告赞美神 有的人说这个是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头壳坏掉的 精神有问题的 被关在监牢还会唱诗 还会祷告 怀恼都来不及了 但是他没有怀恼 他只有祷告 教托神 因为神跟他同在 这个就是有信仰 所以他能够心中喜乐就唱诗 我们教会有举办这个老人的团契 他说老人不要啦 用长青团契 因为大家都不老啊 所以叫做长青团契 虽然有年纪 在主里面都是长青的 所以他们很喜欢唱诗 有的人唱诗很高兴 而且祷告 有很多体验 很多见证 真的是圣灵中的喜乐 所以教会有长青团契 他会分享见证 神的恩典 老人一起唱诗 越唱越喜乐 那一起祷告 虽然有时候没有办法去访问 但是年轻人或者健康的 也可以去为软弱病痛的带导 那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心中有一种属灵的喜乐 好像那个以利沙伯跟玛利亚 那个见面的时候 肚子的胎都会跳动 我们今天在主里面 我们以灵相通 以爱相细 肚子的胎也是会跳动 因为感觉到主里面那种祷告 那种圣灵中的喜乐 也会得到一种安慰跟力量 所以有的老人不但喜欢唱诗祷告聚会 真的你会看到他日子如何 力量就如何 而且有的老人他健康 他很热心侍奉神 我们教会有很多长辈 他们虽然年纪大 但是他们很快乐 而且他们一谈到做圣工 他是意不容辞的 他愿意多多做主工 我曾经在那个老人宴 遇到一个礼法师 他是省职士 他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每个月都会到我们的老人 我们家有个老人宴 有一百多个人 他每个月都去给这些老人修理 修理他的头 那这个职士八十多岁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礼法师 但是老人家要进礼头发也不方便 所以他是师父级的 所以他剪头发很快 每一个过来就修理一下 修理完以后就是要你好看 我这样每个月去一次 他做工很快乐 所以我们也鼓励他 我们颁一个奖状给他 因为他真的是 每个月不窃喜的 这个奖状不算什么 他也是侍奉神的心 他越做越快乐 真的是越侍奉越甘甜 那有些人生活当中 他传福音很快乐 我有一次到东元教会 刚好灵恩会的时候 有六个人来受习 那这六个是有一个老姐妹 到公园里面去 跟她的那些公园的 那个运动的朋友传福音 我说你怎么传 她说我不认识字 也没有读书 也没当传道 我怎么传 我就跟她讲见证 还有怎么祷告 他们就一直听 那就带她来教会 所以她传福音做圣公很喜乐 而且主跟她同工 真的做工有果效 那我们人要活在指望中 因为神就是我们的指望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十二章十二节 在指望中喜乐 我们的指望在乎神 你看这个雅各 他说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 我们多伦多有一个黄圣山长老 一百零四岁才安息 他真的是活在指望中 他的生命就是充满喜乐 充满盼望 他就是活一天快乐一天 他就是要快乐到主那边 他就是觉得说 今天主耶稣跟我同在 所以他心中就是尊主为大 他的心就是以神为乐 所以我们人的一生 其实相当有限 无论你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要永远不离开神 而且要立志 一生一世走在主的路上 而且以神同行 以神为乐 当你敬畏神 神也会让你一生得安稳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的33章 33章第六节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 有丰盛的救恩 并智慧和知识 你以敬畏神为自保 神就是我们的自保 你看保罗他以前不认识耶稣 当他认识耶稣 他就是以耶稣做自保 所以你看他写菲利比书 虽然他是在监牢里面 但是他里面充满喜乐 任何的环境 改变不了他对神的心境 任何患难 逼迫 困苦 都没有办法让他跟神隔绝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病痛 操练当中 其实神的恩典 祂的爱没有离开我们 主的恩典是够用的 而且是丰盛的 那愿主耶稣祝福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体会 人是离死一步 但是我们也应当乐活人生 能够走在主的路上 那我们来唱诗 394首 三十二十三十三十八十五 好